柴蓉是以郭威的养子身份继承皇位 理应叫郭蓉 为何后人都叫柴蓉呢 郭威因为被后汉影帝诸猜忌 并密谋杀之 郭威见事情紧急 便起兵讨伐 以清君策为名 起兵造反 后汉影帝杀了郭威全家 包括尚在强宝中的儿子 自此西夏无子 之后 郭威黄袍加身 正式称帝 史称后周 郭威是柴蓉的姑父 因为柴蓉自少气貌英奇 擅长骑射 便把他收为养子 改名郭蓉 郭威驾崩之后 郭蓉继承皇位 郭蓉是大有为之君 可惜天不假年 在征疗途中染病 不久驾崩 十年三十八岁 郭蓉驾崩后 七岁的儿子柴宗逊继位 由范智王普 魏仁普任辅政 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 文官面对军阀 持有低头的份 赵匡胤有样学样 又来一次黄袍加身 史书上故意称郭蓉为柴蓉 实际上是为了掩盖 赵匡胤篡位的事实 意思是说 柴蓉地位也不正 老赵夺后周 天经地义